你真的是庄心妍的未婚夫吗 你把我带回来 逼我变成庄心妍 你的目的又是什么 你说什么 其实你和其他人一样吧 你把庄心妍的眼睛给我 逼我变成她 并不是因为你有多爱她 你就是想得到庄家的一切 只要我变成了真正的庄心妍 成为蓝海唯一的继承人 然后和你结婚 那到时候庄家和蓝海的一切 都是你的了 干嘛 如果我想要蓝海 还用得着跟你结婚吗 你没有资格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就乖乖当好你的庄心妍 如果再有下次 我绝对不会再来救你 我总算是毕业了 终于回家了 不过话说 曼曼应该还没有回来过吧 你不过了 一条纤细都没有回我 你到底在干吗 行 给我等着 看你回来 我不收拾你 美娜 老妈 我想你了 轻点 轻点 谷立场 这里 这里 这 这 这 你有没有想我呀 有没有想我 那你有没有想你漫漫姐姐啊 他呀 最没有良心了 你呀 出去上了四年大学 一点长进都没有 你能不能别这个时候 曼宁啊 再惹得你沈叔叔伤心 真是 妈 沈叔叔到手没 这个孩子 打人的事 你少下操心 妈 这么久还没有到手啊 您这追人的技术也太差 要不然我帮您 你干吗 沈叔叔 阿叔叔 干吗 你 你还是先把你自己的工作 给我打算好了 别整天拿着个本子 画画画画 那漫画作者能当饭吃来 漫画作者怎么就不能当饭吃了 还有啊 你怎么知道我找不到工作 我昨天就收到公司发来的二份了 没拿工作都找好了 是啊 沈叔叔 我在线上面试了一个很大的珠宝设计工作室 老板可厉害了 听说拿了好多设计级的国际金奖 我想如果我能进去待上几年 说不定我出来也能成为一个小小的珠宝设计师 你呀 先通过了实习期你再说吧 妈 莱娜 要是曼宁能像你这样听话就好了 早点回来顺利工作 我也就不用这么惦记他了 您别担心 等待严修结束回来 一定立刻马上回来陪您 但愿如此吧 对了 曼曼让我把她的毕业作品拿回来给您看 你看 画得多好 多厉害 杨娜 席 你 那 你看 你 背后 这 之 你 那个 词 是 你们要去哪儿 又是我不该问的 对吗 你只需要记得 你回庄稼的目的 我会做好我该做的事情 你要出去啊 来人 来人 来人哪 董事长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赶紧送董事长去医院 齐医院长 董事长怎么样 董事长的病历检查报告 大家都看到了吧 老董事长以前坚持保守治疗 现在已经确诊 中文数毛病历检查报告 重度沈衰竭 所以 接下来董事长 都要待在医院里 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 老董事长必须留在医院里 做全面的系统治疗 现在病情变化得这么快 作为主治医生 我也向你们提出一个 必要的建议 说吧 我希望所有庄家人 留在医院 留下一份血样 这样就能为老董事长 做亲属之间的肾医治匹配 假如亲属之间 有合适的匹配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万一不测的情况下 立即为老董事长 做亲属之间的肾臟医治术 医 医治 那您的意思是说 凡是和庄老董事长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全部都需要配型吗 是的 直系血亲之间的匹配 远高于陌生共地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庄家人 提前来到医院 才被血痒 可疑 准备 可以 准备吧 老大 怎么样了 时间太过久远 仅凭一个车牌号 很难找到当年的车辆 但是这次回国后全面疏离 我和元帅有了另一个发现 几个月前 西岩小姐的车祸 我发现 劫持他们的 和撞击他们的 恐怕 不是同一伙人 我们查到了 这辆货车的来历 去除最后被拆解的地点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车主和把曼宁小姐 带走的那个黑衣人 不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明当时 对他们下手的 不止一个 怎么这个时候不接电话 如果再有下次 我绝对不会 再来救你 如果我真的被留下血痒 那我和西岩那续新电爱 出这么点小事 就迫不及待地找这个男人 怎么现在你离开这个男人 连饭都不会吃 话都不会说了吗 小时候的庄心妍可没这么怂吧 我还记得那时候 你指天指地地跟我打架作对 磕了头流了血 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怎么现在 离开个男人 连句话都不会说 你是庄心妍吗 你真的是庄心妍吗 你该不会是 把手机还我 我说 把手机还给我 少给我摆大小姐的铺 你全家人都死光了 留下一个小丫头 别以为 你带来几个来历不明的臭男人 就妄想把整个蓝海一心抢走 别做梦了 还有 我劝你放清楚一点 你跟庄家有关系就算了 如果你没有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还有你身边的 所有人 我给你熬把这个东西 来 先抽我的 就让你们看看 谁才愿意为了外公付出一切 谁才最该是蓝海一星的真正继承人 来 想把人帮来 想把人帮来 撒到我 等会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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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把袖子挽起来 把袖子挽起来 把袖子挽起来 等一下 我 我有 我有点怕针 庄小姐 不会疼的 庄家现在怎么样了 应该没什么事吧 刚才有几辆车出去 沈漫宁呢 把她共享位置打开 老大 她跟着庄家人出去了 她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 她刚刚给我发消息 老董事长病情恶化 所有人都去了恒生医院 董事长的病情是肾脏衰血 但如果去了恒生医院的话 恒生医院出名的是 器官移植 更出名的是 DNA的 检测 放下 切我们的系统 恒生医院VIP病房 最大的那些 老大 他们在给大小姐采血药 放下 跟住沈漫宁的位置 袁帅 一起走 来 怎样 可以了 他从小身体不是太好 不要臭那么多 不要臭那么多 过了这么多年 还是你的小林哥哥最疼你啊 好 秒针滴滴答答 转动的每一下 此时此刻 你还好吗 总在梦醒时候 不好意思 心眼有些晕血 我先带到处去休息一下 假如放下眼睛 怎么办 刚刚抽了我的血 如果我的肤心 不要害怕 可是我的血 一切由我 好 刚一下 刚一下 是 睡了 怎么搞的 替我挽袖子 快点 替我挽袖子 你要干吗 把你的血和我的血融合 让这份血样 失去检测功效 用你的血 不然 你希望他们直接验你DNA啊 好 好 你让我乱 我 你让我乱 你让我乱 我 你让我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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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 的 最危险的她 怎么让我能够拒绝 这剩情是吗 最危险的她 留给我的牵挂 忘了吧 离开最危险的她 可是我早已经沦陷 她也知道吧 怎么回事 好 我当然 怎么回事 从 Wolk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喝点 医院没事吧 你是在怀疑我 还是怀疑元帅和方响的能力 我不是怀疑你 我是真的太害怕了 今天这一次抽血 那下一次又是什么 我们会对检测结果想办法进行干预 他们不会对比出你的DNA 我早就告诉过你 蓝海和庄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像刚刚那些事情不会是第一次 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你的意思是 还有下一次啊 在成为蓝海和庄稼的真正主人之前 他们还会一次又一次地 试探你的底细 所以你最好调整好你自己的情绪 把之前的事情全部都忘掉 早日变成庄心炎 然后成为蓝海和庄稼的真正主人 如果我做不到呢 如果我没有办法变成庄心炎呢 如果我成为不了庄稼和蓝海的主人呢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 我 我想说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是 我跟庄心炎长了一张一模一样的脸 但是我不是庄心炎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生 我只是来自普普通通的家庭 我跟我爸爸普普通通的就这么生活着 我怎么可能成为庄稼 还有蓝海集团的主人啊 联系长 我求求你了 你帮我走吧 我真的 我真的太害怕了 我真的做不到 我求求你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知不知道我们已经走到这里了 你现在说要放弃 你知道你走了后果是什么吗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没有办法继续 我 我太害怕了 我 我 我要是继续下去的话 我不禁止成为不了庄稻颜 我还会 我还会害了所有人 我欠你们的 我想办法我偿还 我一定会偿还的 我真的会偿还的 我欠稻颜的眼睛 我 我欠她的眼睛 你拿回去 拿回去 你告诉我怎么拿回去 是你让她死而复生吗 还是你现在就去替她死 你还可以 我还不想 你不知道 你怎么搞的 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 你怎么不想 我赶你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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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 拿上你的护照 明天一早飞回一档 拿上你的护照 拿上你的护照 从你离开这里的第一秒开始 你不再是庄新颜 庄家和蓝海的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不管蓝海明天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别再回来了 否则我第一个处理你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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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去吧 拾荣 你抽 小庄总 怎么 连你也有意见 大小姐一个人在外 生活那么多年 身体的确不好 刚刚已经抽了那么多血 再带她回来抽 恐怕不太合适 我还真是没看出来啊 这丫头才回来不到一个星期 不仅让自己身边的男人 迷得不得了 连你也被迷住了是吧 小庄总 我只是客观说话 客观 慕帆说得没错 她从小 就是大小姐的玩伴 自然了解她的体质 刚刚在这儿抽了那么多血 再让她回来 不合适 广义医书 行了 折腾了一天 大家都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妈 听不见我说话吗 行 我今天就放过她 我等检测中心结果 我倒想看看 这小丫头能闹出什么名堂 下周蓝海全体股东大会 我要让她知道 谁才是蓝海和庄家 真正的主人 你们可厉害 老大 爸 立刻 改用第二计划 改用我 需要 一大程 改用 同estra 改用 鑫 银 容易 就 обще 是的 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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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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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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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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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